现在欢迎同学们来到今晚的清灯教育公开课课堂 我是今天的主将老师山河 相信之前有同学听过老师讲一些关于一些爬送的公开课程 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关于Person爬送的一个课程小案例的教学 什么案例呢 爬取快代理免费IP构建自己的代理IP池 所以你们可能有时候你编写爬送代码的时候 起初代码能够正常运行 但是有时候过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你请求的速度过快 你爬取的速度过快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提示 比如说403FB的 还有比如说你的IP访问频率太高 往往出现这些提示之后 你爬取的那个目标网页 你用自己的电脑打开浏览器 就打不开当前的网页了 为什么 因为对方服务器识别了你 他知道你是一个爬充程序 而不是一个正常的浏览器用户 所以说他识别你的计算机IP地址之后 他会对你的IP地址进行一个封锁 那么你使用当前你的电脑 你就不能够去请求他的服务器数据了 那么这个封锁的时间 根据对方服务器的一个心情而决定 有的有的服务器呢 他大概就封两个小时 甚至有的服务器 他还会永久封你的电脑IP 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使用代理IP 用代理IP的IP地址 伪装我们电脑自己本地的IP地址 使用代理IP去请求对方服务器的数据 那么他封锁IP 他就直接封的是代理IP 他不会正确的识别 你电脑本机的真实的IP地址 这是我今天会关于整个案例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意思 接下来老师介绍一下环境 老师使用的是Python Python3.0的解释器 以及PyCharm代码编辑器 前面两个是关于一些环境安装 有一句话说得好 公寓形骑士 必先立起器 对吧 所以说你作为一个程序员开发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刨存工程师来讲 首先你得把你的环境给配置好 特别是在你的学习阶段 学习阶段 你一定要首先配置你的Python的环境 像没有配置Python环境同学 给我扣个1 好吧 再做这个各位同学 没有配置Python环境 给我扣1 连WiFi连的是路由器IP还是电脑IP 肯定是路由器的IP 甚至有这些路由器的IP 它也是动态分配的 小学生报道 欢迎 我学Python目的是下视频 为啥直播不能下 直播只要说你能够看到数据 有一个数据结构它就能够下 好吧 没有安装环境的这些QE的同学 没有安装环境老师推荐大家找到我们助理老师 因为我们助理老师那里有环境的安装包以及安装教程 给大家看一下一张图片 那图片也没有了 我给他删掉了 那里有一个图片是环境的安装包以及安装教程 那么在课后都有我们助理老师会统一打包发送给大家 所以说前面这些QE的同学环境没有安装 老师首先推荐你安装一下我们Python环境 特别是PyCharm代码编辑器 这款编辑器它是专门为我们Python语言而编写出的一个代码编辑环境 集成开发环境 所以说推荐大家直接学习使用PyCharm代码编辑器来编写我们的爬充代码 下面两个是老师使用的一些第三方模块 第一个Request模块 它是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它能够帮助我们模拟柔软器去请求数据 这第一个 第二个Parser模块 这个模块它是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这个模块当中封装了很多数据解析的方法 包括CSS选择器 包括正折表达式 还包括XPass节点选择 那么对于这两个模块详细的使用方式 在我们课程当中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这是关于老师今天的使用环境 以及他的第三方模块 特别是第一次来听我们公开课的学生可能不知道 咱们清通教育提供课程录播给大家 对于没听懂的同学 特别是第一次来听公开课 或者说你是小白灵基础学员 你第一遍听老师讲公开课 一般的话有的这一点肯定是听不懂的 所以说老师推荐大家听不懂的同学 你可以课后找到我们助理老师 静奇老师 直接要一下我们这堂课的一个课程录播 像刚刚老师也给大家打开了屏幕录制工具 那么这个课程录播也会由我们助理老师在课后统一发送给大家 所以说同学们加上我们助理老师有很多的一些福利 同学们像环境的安装包安装教程 像这个小游戏的项目圆满 以及我刚刚给大家讲了本堂课的课程录播都是由我们助理老师发送给大家的 所以说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第一次来听公开课 你首先要加上我们助理老师 那么加上助理老师之后 你需要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打卡两个字 打卡截图之后把你的截图发送给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就会把这些资料统一打包发送给大家 好吧 所以说课程当中没有打卡的同学 首先跟着老师一起来打卡 打卡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接上接下来讲我们今天的案例吧 前话丑的也太多了 对吧 所以说呢 首先我在百度页面百度一下快代理 快代理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这里啊 搜索结果的第一个就是我今天要爬取的一个目标网页 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呢 在当前这个快代理这是他的一个首页 首页当中有一些分类 包括什么分类呢 免费代理 购买代理 私密代理隧道等等一些代理的分类 那么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程序员老司机啊 有免费的就不用付费了 有更好的办法 就是说有更简单的办法 就不用更复杂的办法 对吧 能不掏钱就尽量不掏钱 这是我作为一个程序员老司机啊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呢 同学们 你也可以去购买他的一些付费代理 付费代理 他的代理的性能比较高 他的反应速度比较高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把免费代理这个栏目当中的这些代理IP 给大家爬取下来 构建我们的代理IP池 爬下来要怎么用啊 老师在这堂课也会给大家讲一下啊 我们整个代理IP该如何使用 用数据库吗 今天不用数据库啊 数据库的操作呢 同学们 你获取到了数据 只要写数据的增加操作就可以了 直接把数据保存在redis 或者说呢 保存在mongodb数据库当中啊 数据库操作是增加的操作是特别简单的 也就是说写入数据是特别简单的 好 那么当前呢 你可以看到 当前整个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目标网页 那么我们这堂课该如何去讲呢 在这里啊 老师写了一个快代理01 01下面呢 有一个老师罗列出来的爬虫一般思路 爬虫的一般思路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将通过这爬虫的一般思路 这四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们今天的案例 这个步骤呢 也是我们做通用爬虫 一般使用的四个步骤 好吧 那么这是个步骤具体是什么呢 第一步 分析目标网页 确定爬取的URL路径 对应的我还需要传递一些headers 请求参数 这第一步 主要是要大家确定明确 当前网站的正确的URL地址 那么有了URL地址之后呢 我呢可以使用request这个请求模块 去请求当前URL地址的数据 这是数据请求模块 好数据请求到了之后呢 我通过数据解析 把我想要的一些数据 通过一些数据解析的规则 把数据给解析出来 那么当前呢数据解析会用到puzzle这个模块 这第三步 第四步呢数据我们也有了 对应的还就要进行一个数据保存 那么老师刚刚也讲了 我们今天的数据 不会保存在数据库当中去 那么老师这堂课呢 首先我会构建一个空列表 然后呢把这些数据 我把它存储在一个列表当中去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同学们接下来 老师通过这四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们的案例 如何判断ip是否有效 不是一般有效的才能保存下来吗 老师接下来啊 会教大家如何使用代理ip 以及检测代理的一个性能 啊不要着急啊 Clarum库怎么使用代理啊 很简单啊 很简单 包括你使用我们的框架 也可以配合代理词去使用 啊都可以 好第一步啊 分析目标网页 确定爬取的URL镜 对应的我还需要传递一些header参数 啊 那么这一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啊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当前整个网页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那么分析目标网页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它需要我们首先明确当前网页它是静态的网页还是动态的网页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呢 我们可以通过右键点击查看网页原代码 那么在这里 就是对方服务器会抬出一个新的窗口给我们啊 我们浏览器会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那么这个浏览器当中就是对方服务器反馈给你的一些原数据 其实这些数据呢都是一些html标签 对吧 好 那么在网页原代码当中 你搜索一下当前网页的任何数据 我随便的选择选择一条数据 复制 然后在我们的网页原代码当中 Ctrl F调出搜索框 搜索一下我刚刚复制的数据 好 通过老师在这里网页原代码当中搜索数据的层门 可以看到 当前网页原代码当中能够搜索到网页当中的数据 如果能够搜索到 那么证明当前网页 它是一个静态网页 那么静态网页 它的URL地址 就是我们地址导航栏中的这一串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当前这个案例 真实的一个URL地址 也叫做一些链接地址 链接地址确定了之后 同学们你可能如果说有同学会问老师 如果说它是动态网页 那它的URL地址该如何确定呢 如果说当前网页它是动态网页 我们就要通过Network进行数据抓包 然后解析数据包 分析真实的数据 确定它的一个URL路径 我们可以右键点击检查 然后定位到Network 在Network这个标签当中 就是一个数据抓包工具 它能够帮助我们把当前页面的所有数据 通通抓下来 然后在下面一个一个一个的数据包的形式 给我们呈现 对吧 这是数据抓包 好 那么首先呢 我把它的URL真实的URL地址复制下来 在我们代码当中直接开始鲁代码吧 首先我定一个URL 接受一下我刚刚复制的一个URL链接地址 这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还需要准备一些headers请求参数 那么这个请求参数呢 在这里 在我们的数据包当中 数据抓包的过程当中 你呢可以任意的点击一个数据包 点击到了之后呢 当前headers这个标签当中 有一个requestheaders 在requestheaders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字段 有很多的数据字段 其实呢 所有的数据字段都是 在我请求当前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我要带上这些请求头参数 它是一个参数 那么这里有很多的参数啊 我们今天当前这个案例 只需要使用一个参数 user engine的这个参数 首先呢 我把它的参数 这个字段的联统到的值 全部给复制下来 然后粘贴在我们代码当中去 代码当中首先构建一个headers 它是一个字典格式的数据 左边是字典的键 右边是字典的值 我要需要把它构建一下 当前header是这个变量 它就是一个字典 字典当中有一个数据字段 user engine 那么很多同学就会很好奇 为什么老师我要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带上这个请求字段呢 因为我们做爬送程序 是非常不受对方服务器代见的 因为我们第一个爬送程序 爬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如果说大量的爬送 爬一个网站 那么会造成对方网站的一个负载 高符合运行 所以说当前如果说我加上这个代码 加上了之后 能够帮助我们把整个爬送代码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其实这个代码 它也有它的意思 这个字段啊 还有它一定的意思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身份标识 当前同学们你可以看到 后面mozilla浏览器的名称 接上它的一个版本 靠内部呢 是老师使用的当前操作系统的一些参数 像老师使用的是Win1064位的操作系统 对吧 继续往后面走呢 是老师使用的谷歌浏览器的一些参数 像老师使用的是Chrome谷歌浏览器 版本是81版本的 所以说当前user agent的这个数据字段 就是用户浏览器的一个身份标识 通俗来说同学们你可以把它认作为一个身份证 身份证大家都知道吧 每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一张专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我们浏览器也有 这是我们第一步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老师刚刚敲了两个代码 分析一下我的网页 有没有问题 同学们 没问题同学给我刷走新话好吧 有问题同学们 你直接可以在公屏上提问 直接可以在公屏上提问 因为如果说同学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有疑问的话呢 都可以在公屏上提问 老师看到你的问题都会在第一时间内给你做出回复 都会回复大家的 如果说你有问题你还憋在心里不说 我觉得啊 你损失就很大了 header是从哪里来的 复制过来的 header是数据字段 是我在找到数据包 然后呢 在header是这个标签当中啊 有一个request headers 当前request headers 下面的所有的字段 就是一些请求头参数 在你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你要带上这些参数 这些参数呢 每一个参数都有他特定的意思 都有他特定的意思 继续往下面翻呢 最后一个参数啊 就是我们使用的user edit的参数 直接复制过来的 复制过来之后呢 你要把它构建成一个数据 字典格式的数据 为什么你选择free 而不是选择别的 如果选择别的也一样 没错啊 我选择第二个吧 第二个下面是不是也有user edit的参数 他的图片 他也有user edit的参数 这个参数都是一样的 返回失败 bad request 是被封ip了吗 这个一般不是封ip啊 他是你的URL地址是错误的 你可以在浏览器当中 首先把URL地址 复制粘贴一下 看能否进入到一些页面当中去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页面有没有数据 老师刚开电脑 好像来晚了 对吧 来晚了同学啊 老师刚刚现在目前仅仅敲了两行代码 只不过呢 你没有听到老师分析的一些网页 你没有听到老师怎么去分析网页的 对吧 所以说来晚的同学你不要着急啊 你那首先可以听一下老师这堂课的一个思路 思路是特别重要的 同学们 思路是特别重要的 你把思路听清楚 在课后你可以找到我们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在课后会把老师刚刚讲的所有课程的录播 发送给大家 所以说来晚的同学没有听到知识点的同学 你都可以在课后找到我们助理老师要一下我们这堂课的课程录播 左上角是我们助理老师近期老师的微信奥维码 大家可以扫码去加一下他好吧 来晚的同学啊 来晚同学可能不知道啊 我们清真教育所有的公开课都是提供课程录播的 都是提供课程录播给到同学们进行课后复习的 所以说来晚同学你也没有必要担心 老师错过了哪些知识点 课程录播原 所有的课程录播啊都会在进去老师发送给大家 前提是呢同学们你要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打卡两个字 打卡截图之后加上我们助理老师就可以获取到咱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录播免费的 开的是读取的路径还是不太懂没有读取路径啊同学们 取的路径不太懂 取的路径啊取的路径他是找的啊 我并没有取他的路径 数据包当中每一个数据包都有user agent的字段 呃heathers后面当中的内容可以直接user agent的直接复制进去而不加 不加什么双引号吧这个双引号 叫往期的录播吗这个你要找到我们助理老师啊我不知道助理老师 往期的录播还有没有 好吧你找我们助理老师问一下好吧 啊这是当前老师讲课的第一步啊如果说同学们没问题的话呢我就接下来接下来往下 再讲发送请求啊发送请求的话呢 首先我导入一下 第三方模块 import request 如果说同学们没有安装这个模块的话呢你要在我们的termina 这里啊terminal终端当中使用 哎 我关一下当前有一点有一点错误啊 在终端当中你可以通过pip instar request 你可以通过这个命连行的方式去安装一下这个request第三方库 前提是你的环境要配置正确 好吧那么环境没有配置好同学 我也刚刚讲了 都是由我们助理老师会把环境的安装包以及安装教程统一打包发送给大家 所以说环境没有配置好的同学一定要加上我们助理老师首先要配置一下我们系统环境 啊导入这个模块呢同学们你可以通过request点get方法 点啊get方法 中文啊 通过点get方法的方法呢请求url地址数据 这个框里面不能输入pip是咋回事会报错 我说了你要配置你的pathon系统环境 并且呢把你pathon的系统环境加入到你电脑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当中去 所以说环境配置啊它是一个有点复杂的过程 如果说你是小白你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去配置的 好吧 我配置所有的安装包 安装教程都是由我们助理老师都那里有资料 直接找我们助理老师要一下了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好通过requestget方法呢传递什么传递url路径 我把当前url路径传递进去之后呢当前这一行代码 就已经帮助我们模拟浏览器发送当前url地址的数据 对吧只不过呢同学们它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对象啊我在这里用一个response 变量进行一个接收接收到了之后呢同学们你可以通过print打印一下response 右键点击运行 包括200左右的状态吗 是表示请求成功的意思 返回的是一个坚固好的对象 response对象 没错吧 对吧只不过呢当前 我没有加上heathers请求字段 没有加的后果在这里啊我可以给大家打印一下点request 点heathers 我打印一下他的请求字段运行 通过老师打印他的请求字段从里面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在你请求这个url地址没有带上heathers请求参数 那么他的请求字段长这个样子 他是什么方式请求的呢通过passion这么语言 使用request第三方模块 他的版本 是这个版本 使用 第三方模块去请求他的数据 所以说你没有加上heathers请求字段 那么你的整个爬送代码你就在裸奔你知道吧 对方服务器看到你的这个字段长这个样子 90%以上 都会干你 都会让你请求不到数据 所以说你在请求参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时候你要带上heathers 请求字段 好我带上这个请求字段之后呢我再次运行一下我们整个程序 现在他的user agent变成了这个 对吧他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复制的浏览器的一个 属性值 他的浏览器的一个身份标识 所以说呢 当前我使用request点 这个模块点开的方法 把他的heathers这段传进去之后呢 我整个爬送代码就很好的进行了一个伪装 把它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去请求数据 好 那么请求到了数据之后呢 这里就不打印了 他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releasebounce这个对象当中把我请求到的数据 给取出来 怎么去取呢 实际上 我请求到的数据 跟我们网页元代码当中这些数据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数据他的数据类型属于字符串类型 那么针对于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我们使用.text方法进行一个数据的提取 从response讲义对象当中提取出他的文本类的数据 提取出来之后我用一个data 编量进行的接收 接收到了之后我使用print函数 进行打印一下data 右键点击运行 通过老师打印一下我获取到的数据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控制台当中这是我刚刚通过的代码获取到的数据 是不是基本上跟我们网页元代码当中看起来特别相似 对吧 特别相似 那么接下来我搜索一下当前这个代码 这个网页当中的数据 我搜索最后一条 复制 然后在我们的中单当中 同样的kontrolf标注搜索框搜索一下数据 是不是也可以搜索到当前页面当中的数据 那么我们证明我获取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证明我获取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是吧好这个是我当前整个项目的第二步骤 第二步 同学们没问题的话 我也不问的好吧我再次提醒一下 在这个位同学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直接问我 没问题的老师就按照老师的思路一步一步的去往下去走了 没安装 没安装pip 不是没安装pip的问题 他是环境没配置好 继续是吧 好的 第3步数据解析 针对于当前我获取到的data这些数据 我要通过数据解析 那么数据解析首先我们要明确 哪些数据是我们需要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 在当前这个页面呢 实际上有很多的数据 他有哪些数据呢 有 代理ip的一个ip字段数据 有他的ip端口数据 包括整个ip的一个匿名度 ip的类型以及ip的位置 他的响应速度以及最后验证的时间 有这么多数据 啊那么其实构建代理ip时 只用三个字段的数据就可以了 只用三个就可以了 哪三个呢 第一个ip我是需要获取的 第二个ip对应的端口我也需要获取 第三个我要获取他的ip的类型 为什么因为当前我们整个 代理ip ip他的格式给大家讲一下 代理 ip的格式 代理ip格式呢他是构建需要构建成一个字典 类似于字典格式的数据 首先呢在字典他的建名称 是什么 他的建名称就是一个协议 ip的协议 写一下注释啊 建名称是ip的协议 他的协议类型是吗 他是httb协议类型 还是https协议类型 这是他的建名称 后面呢要跟上他的一个 第一个 这里 左边要用冒号进行分开 冒号的左边呢 是ip的一个 数字 像ip字段他是不是一个一个的数字 60.13.12.157 对吧 这是整个ip的数字 ip的冒号后面呢 要跟上ip的端口 ip的端口 所以说针对于当前整个代理ip的格式 他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呢 我只仅仅需要 第1个ip的协议数据 第2个ip的一个数字 那些数据 第3个ip的端口这些数据 所以说呢 这3个数据是我们需要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 数据解析 第1个解析ip字段 第2个解析他的ip端口字段 第3个解析他ip的对应的类型 虽然我来晚了 但是我感觉勉强能跟上 啊 这个肯定是有基础的对吧 老师讲的很适合小白 这个也是咱们vip学员啊 有专属的一个身份标识对吧 好 数据解析我我需要哪些数据给大家确定了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 通过一系列数据解析的方式把我想要的数据给解析出来 首先呢 可以看到当前页面 其实啊 说实在的 他一行是不是代表一条数据 对吧 一行代表一个ip的数据 那么有多少行呢 老师之前在上课前一段时间数了一下 有15条数据 也就是说这里当前有15行 我首先一行一行的 把所有数据给取到 这是第一层数据解析 第二层数据解析呢 我根据我取到的每一行数据 提取我想要的三个字段数据 第一个ip字段 第二个端口字段 第三个ip的类型字段 这是我需要通过两次数据解析 获取到我想要的一些数据 怎么使用呢 怎么办吗 怎么写呢 首先我要导入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import import puzzle import puzzle 它是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首先 数据解析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 转换数据类型 转换数据类型 但是因为我或许到的数据是不是html标签数据 所以说我先要进行一个数据转换 把它转换成 能够与pathon 交互的 数据格式 也就是说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对象 怎么转换呢 我通过导入的puzzle模块 点selector方法 就可以帮助我们把data这个html数据 转换成一个对 一个对象 它是属于select对象 我把data数据传递进去 传递进去之后呢 我用一个变量来进行一个接收 html data 这是我勾计出来的一个变量 转换数据类型之后 我可以通过print函数打印一下html data 运行 他是不是 帮助我们把data数据转换成了一个select对象 那么其实说实在的啊 这个对象 转换成了之后 他就具有一系列数据解析的方法 你呢 他可以通过html data 点的方式调出他的一系列方法 包括什么方法 包括 xpass 包括r1正者表达式 还包括css选择器 那么我们今天这堂课呢 就是使用xpass 进行一个数据字段的一个 提取 使用xpass这个方法 提取到我想要的一些数据 对吧 所以说呢首先我分析一下我右键点击一下检查 看一下当前他的一个数据在html标签当中是如何展示的 可以看到在当前每一条数据是不是都是包裹在tr标签下 对吧 那么我展开tr标签 可以看到 tr标签是不是一行一行的数据 在这里同学们你可能看到不是特别清楚对吧 我鼠标移动到tr标签 对吧 好那么在这里呢 页面当中 当我鼠标移动到tr标签 他就会在页面当中有一个高亮显示 对吧 所以说呢 tr是一行一行的数据 那么我们数据解析低步 获取到每一个tr值 也就是说把这个页面当中所有的tr这个标签 进行第一次数据的提取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提取呢 在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class 有一个table标签 有一个table标签 它的属性只有一个class 我首先精确定位到table标签 然后根据标签的层级低增方式 一层一层的取到我想要的所有的tr标签 那么该怎么写呢 首先我把这个class值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我们代码当中 首先双写一个跨节点提取 提取什么标签呢 div标签 它有一个属性 我直接at它的属性值 可以进行一个标签的精确定位 那么接下来呢 这是我获取到通过 跨节点的方式 精确定位到我想要的标签 那么接下来呢 通过标签层级低增的方式 它的下一集标签是什么 下一集是不是 tbody标签 我写tbody tbody tbody的下一集是不是才是我们的tr标签 对吧 tr 这个呢 就是我们提取到第一次的数据解析 解析到了之后呢 我在这里用一个tr list吧 pars tr pass 变量进行一个接收 表明我提取出来的 标签呢 是tr标签 对吧 好那么在这里同样的啊 你可以打印一下print 打印一下tr pars 这里提取到的是一个空列表 提取到的是一个空列表啊 当前我看一下吧 提取出来首先根据html然后插pass 按道理的话他应该反馈出一个selector响应对象 我看一下htmldata然后pars.selector传递数据 啊 语法写出了吗我看一下 呃 table对啊table标签 刚刚我是不是第一步跨节点后绝到的是个tr div标签 所以说我的标签名称写出了一个首误 这是table标签 table 没错是吧 再次运行 好当前这是我提取到的一些数据 提取出来之后呢 他同样的是返回一个selector响应对象 这个对象当中你可以通过点extract的方法 进行一个数据的获取 从前面的响应对象当中使用extract的方法把它的数据给提取出来 我运行一下 是不是提取出来返回一个列表给我们 那么列表当中一个元素就是每一个tr标签 没错对吧 后面还有很多的tr标签 包括tr下一集td标签他都能够获取到 特别长 特别长 这是我第一层数据解析解析出来的数据字段 两个双鞋杠是干啥的 两个双鞋杠表示跨节点提取 因为当前html页面当中有很多的标签节点 像前面的bodyhead div等等每一个标签代表一个节点 我使用双鞋杠的方式你可以跨节点获取 直接获取到你想要的标签 tr怕是你的在哪 什么在呢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不懂你的意思 前面是他是一个selector响应对象 他提取出来同样的是一个对象 对象当中你使用extract的方法 就可以把对象当中的数据 给取出来 r1是正者表达式模块 r1他是一个模块 他不是我们的正者表达式语法 他跟我们的一些parse 像request他同样的也属于一个模块 只不过他是属于内置模块 这是我的第一层数据解析 第一层数据解析 那么接下来我要通过第二层数据解析 我首先把extract删掉 因为我要根据这个select响应对象 进行一个数据的二次提取 要保证 tr怕他是一个 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如果说确定了之后 就可以进行数据的二次提取 首先呢 在这里我构建一个for循环 for tr in tr怕死 因为当前给大家看了tr怕死我或许到的是不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呢 我构建一个for循环能够把列表当中的每一个元素给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之后呢 在这里啊 你可以print函数 打印一下tr 这是我提取出来的每一个select对象 那么提取出来之后呢 当前tr这个变量啊 他也具有 他怕死数据解析的方法 他也有 那么接下来就要经过第2次数据提取 第2次数据提取 那么怎么提取呢 同样的我通过tr.xpass 通过tr.xpass方法进行一个数据的二次提取 那么怎么去取呢 在块内部当中写xpass那个语法 当前第1步我获取到了每一个tr标签 那么tr标签下一集是所有的td标签 td标签包裹的一些文本内容 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 是吧 第1个td标签是他的ip地址 第2个td标签是ip的端口 第3 第3个td标签是ip的什么ip的匿名度 第4个td标签是ip的类型 第5个td标签是ip响应的位置 第3个第6个td标签是ip的 强硬时间 最后一个td标签 就是我们最后验证ip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针对于我代理ip 它的格式 我需要仅仅是三个数据 第1个ip的协议 第2个ip以及第3个ip的端口 那么首先呢我提取ip的协议 ip的协议是哪一个td标签 是1234 是第4个td标签 第4个 这是第4个td标签 标签它就有一个所以 在pass在xpass这个路径当中 它就有所以 我首先取到当前的标签 点斜杠 这是我取到当前 tr标签 当前标签 然后呢 同样的根据td标签 它的所以值 第4个 这个所以 同学们 它是从1开始的 不是从0开始的 所以说在这里你可以指定它的所以 取到你想要的td标签 标签取到了 我需要的是标签包裹的文本内容 txt 把它标签包裹的文本内容给取出来 对吧 这是提取到的第1个 我通过.extract 我复制一下 .ex tract extract first 使用这个方法 帮助我们把前面响应对象当中的数据给取出来 为什么不使用extract呢 而要使用extract first呢 因为啊 当前我取出来的数据只有一个 因为每一个tr标签它对应的td第4个只有一个数据 所以说 针对于获取到的数据只有一个 你呢可以使用extract first 进行一个数据字段的提取 提取到了之后啊 我在这里使用一个http type http的一个 协议的类型 他是http是协议 还是https协议 这是我提取出来第1个字段 好那么接下来后面还有2个字段 怎么提取呢 同样的在这里 第2个数据我需要获取到的是他的ip地址 ip地址是哪一个td标签 第1个 第1个td标签我把它的所影值改为1 就ok了 他的变量名我也改一下 ip num 这是我提取出来第2个数据字段 第2个我想要的数据 第3个呢 是什么 ip的端口 ip的端口对应的是我们第几个td标签 第2个td标签 所以说呢 他的所影值改成2 然后呢 在这里把他的变量名改成ipport 这是我通过我数据 提取提取到我想要的数据 好那么提取到了之后呢 我通过print函数打印一下 http type 打印一下ip的num 以及最后打印一下ip的port 对吧我打印一下看能否提取到我想要的数据 这是他打印出来的之后的数据 呃 协议的类型 ip地址 ip的端口是不是通通能够获取到 对吧 获取到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呢 因为他代理ip的格式 长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我首先要把他的格式给构建出来 因为他是一个字典格式的数据 对吧所以说在这里我首先构建一个空字点 我首先在这里构建一个空字点 构建一个空字点 空字点构建好了之后呢 我在这里进行 字典的建置对指定 通过proxy dict首先指定他的建名称 他的建名称是不是http type 我给他传递进去 后面指定他的一个值 他的值是什么 是不是 在这里ip 电脑的ip地址 以及ip的端口 然后呢中间是一个冒号的形式给他拼接 所以说呢他的值是ip 那么 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冒号 加上一个冒号的符号 还要加上他的一个端口 ipport 对吧 这个呢是我通过 构建一个空字点 空的字点 然后呢指定他准确的建置对 对吧指定他减 准确的建置对 啊 那么指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啊 指定好了之后 我通过一个打印 打印什么呢 通过print函数打印一下 process process 运行 好运行完了之后呢 同学们在这里他是不是帮我们把所有的格式构建成一个字点 他这里是我手动的方式构建代理ip的格式 对吧 构建代理ip的格式 那么构建好了之后呢 我刚刚也说了 首先我定一个空的列表 啊 pr o吧 xies list 我定一个空列表 然后呢 针对于我或许到构建到的所有的ip字典 我把它存储在空列表里面去 啊怎么去存储呢 通过 process list 点 append的方法 进行一个数据字段的添加添加什么添加process 把它每一个字典给添加到列表当中去 好吧 好 那么添加好了之后呢 数据保存就是添加到列表当中去 对吧 好 数据保存就删了 添加好了之后呢 我通过print函数打印一下process list 打印一下这个列表 打印好了之后呢 同样的我在这里通过print函数 打印一个什么 打印获取到列表的这个长度 首先 打印获取 获取到的 代理 ip 的数量 他的数量有多少个呢 啊 我们应该怎么去 怎么去 发现当前这个列表当中有多少个数据 我呢可以指定他的长度通过lan函数查找当前 这个列表的长度 点击 把它process list 传递进去 传递好了之后呢通过我右键点击 运行 好可以看到他们 第一行是我构建出来 所有的代理ip把它存储在一个列表里面去了 第二行呢 第2行呢是我获取到代理ip的一个数量45个 对吧好那么在这里呢当前第1个页面是不是有15条数据他们 啊 第1个页面有15条数据 345678 910 对吧 1112 131415 所以说当前第1面 第1页 代理ip这个数据 我爬取下来 第1个数据我爬取下来 好 同学们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继续来接着往下讲 哎 这里有一位新学员啊 恭喜咱们这位黎同学通过支付宝花呗 支付学费4162元 报名咱们Person全套课程的一个学习 并且获得两年学习权限 以及web开发框架的赠送 还有分期免息的一个活动 分期免息呢 最后还会赠送到他终身答疑的一个权限 老师今天讲这堂公开课是免费的教大家一个案例 教大家如何爬取自己的一个代理ip 构建成自己的代理ip池 这是免费的 同时呢 咱们清真教育还有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 课程 那么我们系统学习的课程主要讲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整个vip系统学习班的一个课程大纲 那么我们清真教育系统学习的课程呢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部分 Python高级开发 这个阶段呢 教大家 从零基础入门我们的Python语言 从零基础入门Python语言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零基础的学员 你就不要担心自己学不会 自己学不懂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课程大纲 是面向零基础教授的 面向 零基础 教授 我们整个课程大纲都是面向零基础开始教授的 好吧 这是Python高级开发这个阶段主要讲什么 还包括他的一些高级用法我们通通都会讲 属于进阶课程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整个课程大纲的第二部分 爬虫课程 在老师今天讲的案例也是属于我们整个课程大纲当中 很小的一部分 在哪里呢 在通用爬虫这个地面 这里有一个IP池 Cookie池的搭建 对吧 所以说老师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是比较有价值的 他教大家如何构建自己的IP池 只不过呢老师没有讲数据的入库 实际上 拓取代理IP跟老师今天讲的案例一样 把这些免费的代理IP 把它给爬虫道 然后呢 做出一个 代理IP池质量的检测 怎么检测 接下来也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所以说我们整个老师今天讲的案例在我们整个爬虫课程当中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整个卡爬虫课程的也分为三个部分的学习 第一部分通用爬虫 这个阶段教大家打基础 教大家使用request库 去请求数据 对吧 使用数据解析的方法 像这里数据解析有很多方法 在我们课程大概当中 css选择器 Xpass节点提取 以及正着表达式 这三种数据解析的方法我们都会教 仅仅是在通用爬虫阶段 爬虫的第2部分scribe框架爬虫 这个阶段教大家如何使用我们scribe框架 来编写我们爬虫项目的开发 像这个框架实际上没人教你是特别难学会的 像这个框架当中他也内部封装了很多一系列 关于爬虫的一些方法 一些功能 所以说框架学习 它是第1个比较难的 第2个如果说没有没有老师 一个很好的专业老师去带你 你学习来是特别困难 像我们课程当中框架 scribe框架 就也是从入门阶段到深入阶段 一步一步的去教 所以说我们整个课程的学习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学习课 他不是一处而就的 我们学习它是一步一步脚印的去走的 而不是一处而就的 这是我们爬虫课程的第2部分 scribe框架 爬虫课程的第3部分 爬虫提升 这个阶段教大家应对一些反扒机制 特别是一些比较棘手的 像同学们你可能不知道 检测一个爬虫工程师的水平 往往从他如何应对反扒 就可以检测出来 如果说他应对一些比较棘手的反扒 能够在 更短的时间内 做出一些 反扒的破解 那么他的技术水平就是特别牛逼的 像我们爬虫提升阶段 就会教大家 如何破解图并证 如何破解字体加密 如何破解一些gs加密 像我们整个爬虫课程 最难的一个点就是做gs解 解密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不理解什么呢 什么是gs加密 什么是gs解密 像我们做爬虫 最重要的一步 是什么 获取 真实的url地址 如果说你真实的url地址 你确定了 那么你爬虫项目 基本上就完成了一半 那么像url地址当中也有很多请求参数 有很多请求参数 这些请求参数在其他的一些大平台啊 往往就会经过 参数的加密 使用gs代码 把他的请求参数进行一个加密 加密完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一大串你看不懂的一些字符串也好 一大串 一长串的数字 那么我们针对于他加密的请求参数 可以逆向的去解析 gs加密规则 破解他的gs加密 像我们整个课程 大概当中啊 爬虫课程 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 就是做gs解密的案例 针对于这个技术难点呢 我们课程大方当中推出了15个课程案例的教学 15个课程案例 所以说这个课程案例 同学们你可以看一下 微信公众平台 微品会 爱奇艺 网易云课堂 闲鱼同城 苏尼以够 bilibili 网易云音乐 这些都是一些大平台项目 他们 做大平台的gs解密才能够体现出你的你的一个技术水平 这个是我们整个 课程大概当中 爬虫课程的学习 后面呢 还有数据分析课程 那么爬虫加数据分析啊 现在目前啊 这两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你学起来我推荐大家系统性都选 为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爬虫跟数据分析 它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很多做爬虫的需要用到数据分析的一些算法 很多做数据分析的还需要用到爬虫的一些数据解析的方法 所以说呢爬虫跟数据分析现在目前这两个 岗位的 界限 这两个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系统性学习 像比如说老师了解到啊 你单单会爬虫 你跟其他人 比 比如说另外一个人 他又会爬虫又会数据分析 那么他的工作薪资 就基本上比你高三到五千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机会爬虫又会数据分析 那么你之后的职业竞争力 就比较高了 那么我们数据分析课程怎么去学呢 第一步数据与处理 这个阶段呢 教大家使用PyCharm 让Py 这个模块 以及Panda是这两个模块进行数据建模和数据分析 包括一些算法 基本算法像KG0算法 贝叶斯算法等等都会教 都会教 所以说同学们数据处理会教算法 会教一些算法 然后教大家如何去处理数据进行数据建模 这第一步 第二步 数据清洗 数据分析的课程第二部分数据清洗 这个阶段呢 教大家做什么 清理数据 清理 清理数据因为我们获学到的数据啊很多 有张数据 还包括边界数据 边界 这些数据通过数据清理把它清理出去之后呢 能够保证我们数据的一个准确性 这是整个数据清洗课程 像数据清洗阶段呢 还会教大家时间的操作 时间序列的操作 使用DataTime模块 去获取到当前时间 去修改当前时间的一个时间节点 包括一些定时任务也是需要使用DataTime模块 像我们数据分析 还有最后一个部分的学习 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 啊 那么数据可视化 建名之一 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数据啊 转换成图表 包括什么图呢 散点图 折线图 柱状图 柄状图 柄状图 相线图等等一系列图表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可视化来实现 啊 那么像我们数据可视化呢 教大家使用PiCharts CBOB 以及MatePlusLab 这三个库来画我们的图表 这个是我们整个 清灯教育VIP系统学习班的课程大方 同学们 如果说 想跟着老师系统性学习的同学 你呢 可以加上我们清风老师的微信 啊 这个是我们清风老师的微信二维码 同学们对我们课程感兴趣 想跟着老师学习爬虫 想跟着老师学习数据分析啊 学PASS 你都可以加上我们清风老师 去咨询一下 这个是清风老师的微信二维码 给大家30秒左右 感兴趣加一下清风老师 同学们 你们都说了啥 我没讲的太入迷了 浏览器上面的文本复制不了 怎么抓去 你要复制啥文本的 我不清楚你的需求啊 像浏览器上的数据 我推荐大家通过爬送代码去获取 能够获取到大量数据 是吧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这个没错没错 学习是自己的事情 验证码我只会百度的API 像一些其他接口 像一些其他打码平台也可以 识别验证码呀 验证码的识别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程序 通过它的二字化降噪 来识别一些普通的验证码也可以 银行公开课老师讲过 加密解密我只会md5 md5它是很常见的一个加密规则好吧 如果说当前我知道它是md5加密 那么我基本上都不用分析它的意味结构 直接使用我们的passion这门语言调用他md5加密 然后呢包想要的参数传递进去让他直接直接自己 执行加密就可以了 md5它是最常见的一种加密方法 同一个字典当中不允许重复的见 不是在一个大字典里啊 字典呢我写在 负循环下面了 我写在负循环下面了 你循环一次他就会创建一个字典 好吧 呃这里发生的包装attribute error 这个是你属性错误 像这里我看一下吧点斜-td第4个dxt然后点extract first点 t2点xpass啊 好那么在这里同学们你在这里的代码 我把欺负老师的微信二维码我放在左上角好吧 其实啊 在这里的代码呢 你要保证首先二次提取你要保证第一次提取到的数据他是一个对象 啊他是一个对象 那保证他是一个select的对象 保证他是对象之后呢你才可以进行二次提取 这里就不要使用extract好吧 老师刚刚使用extract呢 值方便大家看到一些我后学到的数据 这个学习路线很详细 老师可以发一下吗可以啊 给他讲一下为什么要加上我们清风老师好吧 说一下 为什么 第1个为什么 为什么要 加上 清风啊 首先给大家讲第1点 后续还有很多的点 因为加上清风老师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福利 通通的都有 我首先讲第1点 什么呢 加上清风老师你可以免费 免费的获取到 我们课程大纲 啊 这个课程大纲是免费给到你的 你加上清风老师你可以免费去获取 其实来说呢 你 报不报咱们的课程其实没多大关系 为什么 这个课程大纲 咱们 感兴趣 你可以报名我们的YP课程 你加上清风老师之后呢 看到我们课程大纲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整个课程会教哪些技术 这些技术能不能反 满足你的一些需求 只不过呢 老师在这里啊 有一个平台给到你们 这个平台老师可以带你去学习 啊 让你在学习的道路中 不再孤单 对吧 通过老师去一步一个脚印去带你 我相信你学的更快 学的更好 啊 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加上清风老师 其实说实话来说呢 这个课程大纲啊 上面罗列的一些技术点 一些知识点 是目前 市面上火的一些 知识点 也就是说 目前市面上比较火的一些 技术 你看到老师这个课程大纲当中的技术呢 你想学习的话你也可以直接 跟着我们课程大纲当中一步一步脚印的去走 相信这个课程大纲给到你同学们你也可以做什么 给你 道路上的一个方向上的一个指引 是吧 所以说啊 课程大纲想获取同学直接找我们清风老师 免费的获取 我把清风老师的微信二维码我放在 发在公屏上好吧 好那么在这里呢 继续来接下来讲我们整个课程 老师刚刚 讲到哪里 第1页数据已经爬取完了 好第1页数据我是不是爬取完了 可是我爱的是默默老师 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都是我们精灯教育的老师 当前下面还有很多页数据 还有很多页他还有3405页 如果说同学们没问题的话呢 我就写一下页面的循环爬取 爬取一下后面很多页的数据 前面老师讲的单页面循环爬取 没问题同学给我刷走鲜花 有问题同学赶紧出来 好吧 我喝口水啊 喉喉咙已经冒烟了 都没问题对吧 没问题就接下来接着往下讲吧 首先呢我新建一个文件 快代理02 25行后的站呢 这个对吧 老师刚刚不是讲的特别清楚吗 这个点斜杠是获取当前节点 然后呢 当前td标签他是同级标签 所以说他有所影值 只不过呢 他的所影值是从1开始的 这是我取到第4个td标签 这是我取到第1个td标签 这是我取到第2个td标签 25行后面的代码对吧 25行这个标签 我是首先跨节点获取到table标签 然后呢 标签 他有一个属性 我呢可以根据属性进行一个精确定位 然后根据属性层级低增的方式啊 一步一步的去取到我们的td标签 因为标签之间他是有关系的 同学们 Xpass 得好好下功夫 老师特别喜欢用Xpass Xtrag first 他什么意思 他是从前面的数据当中 把数据给取出来 因为你使用Xpass方法提取出来的数据 他是一个对象 他同样的是一个对象 使用Xtrag first 或者说呢 使用Xtrag的方法 从对象当中把数据给取出来 他只是一个方法 他的功能就是取数据 我是不会插pass 每次都是 获取返回的阶层对象 然后一步一步的解析 这个插pass语法 也必须要学好吧 那么没其他问题 接下来讲我们的页面循环爬取 首先呢 我可以看一下当前页面他有特别多页对吧 他有特别多页 首先呢当前这是第1页的URL地址 我给他 图片接下来 然后呢我点击到第2页 第2页他的URL地址是这个样子 我同样的把它给接下来 然后是第3页 图里面你可以看一下老师这个操作就是分析出他的翻页 有没有什么变化 他的翻页有没有规律 通过翻页他的URL地址变化有没有规律 这是第3页 后面还有第4页 很清晰的可以看到 通过老师 通过老师点击他翻页的页数 可以看到他的URL地址有没有发生变化 有没有发生变化 是不是 就是最后一个字母他由1变成了2变成了3变成了4 所以说实际上他翻页的方式我手动的把它最后一个字母 最后一个数字改变 我写成第5页 点击确定 是不是直接跳转到了我们的第5页数据 所以说他翻页他的URL地址是根据他最后这个数字的改变 来实行翻页的 那么首先呢老师在这里把他整个的URL地址复制下来 改一下 改一下代码当中URL地址 他这个数字是不断变换的 所以说老师在这里预留一个接口 接口预了好了之后呢 我构建一个 构建一个负训环吧 构建一个负训环首先负 配置 in range 让他在一个范围内循环 他是从第一页开始的 对吧 那么老师首先爬取四页数据吧 我首先爬取四页数据 好吧 因为乱记这个函数范围啊 他是一个左臂右开的区间 他是左臂右开的区间 所以说呢我首先爬取四页数据 配置 指定好了之后呢我在这里通过点 format方法 进行一个参数的传递 传递什么参数呢 配置参数 在这里首先要把它转换成一个 字不算类型的数据 因为我们整个URL地址 他的数据类型是属于字不串 所以说在这里要制行一个强制转换 把它转换成字不算类型 这个呢是我老师使用点format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把内部的数据传递到前面的大括号当中去 啊 用streetformat多麻烦啊同样的都是站位服啊 都是属于站位服 没什么麻不麻烦的而且format这个方法也好用 你也可以使用一些他索引的操作 好吧 好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 复循环我把下面的所有代码选中 然后按一个type键进行一个缩进 啊 按type键进行一个缩进 缩进好了之后呢 我把它整个的列表我提在最前面去 啊放在循环的外面 因为如果说你不放在循环的外面 他整个循环一次数据就会被 覆盖 啊数据就会被覆盖 好吧好我放在最外面去了之后呢 在这里首先我运优化一下prant prant来说答应一下 正在 爬取 第 多少页的一个数据 好那么在这里呢首先 呃 对称一下对称一下 同样的通过点format的方法 传递我们的 page 参数这个呢是老师做的一个优化啊 能够在我让我们在中单当中看到 爬取到了第几页的数据 啊爬取到了第几页的数据 好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我运行整个程序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小问题啊他有一个小问题同学 我看一下 他当前会不会打印我让他打印这个吧 啊打印一下我爬学到的 啊这里我同样的写一个东西吧好吧 正在 爬取 呃 当 爬取的数据吧 正在 正在爬取然后呢我把对应的他的一个proxy 他的这个列表我给他打印出来啊同样的我通过右键点击运行 啊 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错误 有一个错误同学们 第一页数据我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获取的 没错对吧 那么第二页呢 哎 为什么没数据啊同学们 第二页为什么没数据有哪位同学 学习 比较刻苦啊有过相关经验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我 为什么我第二页没数据 速度太快 特别好 因为当前啊你整个使用爬上爬取数据的时候他速度是特别快的 他速度快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导致啊对方服务器没有返回数据给你 但是呢你的程序还在一直一直的往下走 他没有数据怎么去解析数据怎么去爬取数据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所以说当前整个代码我要经过一个time模块 我首先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 time模块 它是一个时间模块 我使用这个模块呢让我们的整个程序延迟一下通过time.sleep方法 time.slep sleep方法 让他延迟几秒钟呢 让他延迟0.5秒吧 应该就够了 让他延迟0.5秒 也就是说爬取一页延迟0.5秒继续往下再一次执行 我再次运行一下我们整个程序 这是第一页的数据 延迟5秒也太慢 0.5也太慢了吧 当前复循环 套签套了一个复循环 好那么在这里呢 写在这里去啊 再次运行 复循环下面呢 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循环签套 他们 涉及到一个循环签套 这里就是 关于数据解析 对吧 前面一个复循环的是控制业数的 第2个复循环的是控制数据解析的 那么我解析一页 就让他休息0.5秒钟 对吧 0.5秒还是太慢了 改为一秒吧 因为在当前我是解析一页 才休息一秒钟运行一下 23 是 或许到可以看到他们 当前同学们 第1页的数据在这里 第2页的数据在这里 第3页的数据在这里 第4页的数据在这里 然后呢 每一页有15个数据 总共4页一共获取到的代理ip数量是60个 或许到的是60个 这个就是页面的循环爬取 如果说同学们你想爬取多页面 你可以做什么呢 把它改成3000 同样的没问题 好如果说同学们继续没问题的话呢 因为我没看到同学们提问啊 我就继续来接着往下讲 讲什么呢 教大家如何使用 代理ip 如何使用呢 首先在这里 首先我构建了一个快代理03 在这里我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方法 df 构建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check theck check ip 检测代理ip的一个质量 检测到了之后呢 我首先 要把一个参数传进去 pr o xies 构建一个参数 它是一个形式参数 对吧 这个函数的方法作用呢 就是检测 检测代理 ip的方法 检测代理ip的方法 首先我把它的url地址啊 在这里 复制一下 因为当前我检测的话 我要使用一个网站去进行检测 同样的要使用我们模拟 操作浏览器的方法 啊这第1个 第2个呢 首先在这里 我通过一个request模块 去请求一个页面 啊点get的方法 哎 点 哎 get的方法我请求一个url地址 啊那么在这里我使用 请求百度 https 冒号双写杠 3w点百度 点com 我让他检测代理ip 一遍一遍的使用代理ip 去请求百度的服务器 啊这是他的url地址 后面我指定他的headers 等于 孩子 这个孩子是就是前面这个孩子是好吧 好还有一个参数什么参数呢 prosy 还有一个process参数 pr prosy 就是使用我们的代理 因为在前面我把process leek的这个列表取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我在这里要构建一个货行环 for prosy y 一process list 我让他在 取到列表当中的 这个列表是数据然后呢把列表当中的元素 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之后呢 我让他一遍一遍的使用代理ip 去请求百度的这个服务器 啊 process可以指定成他的process 这个呢就是使用他的代理ip 去请求百度的服务器 啊这是他的一个参数 后面还有一个参数什么参数呢 timeout 超时参数 也就是说 在我使用代理ip 请求百度服务器的时候 我让他指定一个时间 让他在哪个时间段内 获取到对方服务器的数据 也就是说首先我指定他为0.1秒 啊 如果说 使用代理ip 没有在0.1 秒钟之内 获取到当前 百度服务器的数据 那么整个程序 就会发生报错 啊 整个程序就会发生报错 对吧 好 如果说啊 能够在0.1 0.1秒钟之内返回数据 那么证明代理ip的质量 是比较高的 对吧 所以说啊 针对于当前 这里 已知的报错 我需要构建一个 异常不获 try 好 说进 啊 try一个异常不获 那么怎么确定他返回了数据呢 通过他的状态吗 if 啊 在这里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 响应对象对吧 if什么呢 if response status code 如果他的响应状态码等于200 是不是表示请求成功 对吧 表示当前我的代理ip 在0.1秒钟这个时间段内 请求到了 当前百度服务器的数据 如果他是200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针对于 高质量的代理ip 在这里 我构建一个 can use us 构建一个空列表 这个列表是空的 如果说 高质量的代理ip 我会使用can use 点 append的方法 把高质量的代理ip 添加到can use这个列表当中去 proxy 这个是针对于已知的报错 我写了一个意乏补获 补获之后如果说他请求成功 我就把高质量的代理ip 把它存储在我的can use这个列表当中去 好后面继续来写我们整个的异常 accept exception as一个e 然后呢 通过 打印一下 print 首先打印一下e吧 打印什么呢 我想一想 首先我把他的proxy打印出来吧 pro xi xie 然后呢 打印一下他的异常 就是针对于他的已知的异常 我进行一个异常补获 首先呢 把 低质量的代理ip打印出来 然后呢 把它错误的类型打印出来 好 那么打印出来之后呢 同学们 在这里 一上打印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开始 写return 反回反回结果反为什么呢 can use 我把高质量的代理ip这个结果给返回出来 是吧 好这个就是我当前检测代理ip的一个方法 那么代理ip的方法构建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要进行一个方法的调用 啊 调用 怎么调用呢 通过直接 check ip 对吧 然后呢 把process list 传递进去 把我获取到的所有的一些 额列表当中的 数据传递进去啊 传递进去之后呢 针对于他会自动检测 can use 反馈的就是 can use 高质量的代理ip 对吧 好检测到了之后呢 我首先进行一个print函数打印 打印一下 第1个能用的 啊 能 能用的代理ip 啊 不这么大吧 质量高的 质量高的代理 ip 然后呢 我把他的can use返回的结果进行一个打印 这是第1个打印 第2个呢 我还要打印什么呢 呃 直接复制一下吧 质量高的代理ip的数量 数量 数量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计算出通过lain方法 计算出当前can use 这个列表的长度就可以计算出能用的代理ip有多少个 对吧 好 打印 垃圾ip没有啊 右键点击运行 这是前面是爬取数据 后面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去检测 代理ip 我我错了我错了 我首先把页数改小一点吧 因为当前我爬取的是3000多页啊 我先爬取4页数据是吧 三 是 对吧 当前有一个代理ip没有在零点一秒钟之内做出反应 哎两个 两个了 对吧 好可以看到 通过他检测代理ip的质量呢 可以发现 获取到的ip是60个 我还以为要爬3000页对吧 这个有点尴尬 事业数据我获取到的代理ip数量是60个 通过检测 高质量的代理ip是58个对面 是58个 对吧好 所以说呢 检测代理ip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啊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只不过呢这里还可以进行一个 优化啊什么呢 呃 finally吧或者说except 不能边爬边用吗 啊边爬边用 我只是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啊 首先 这个案例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爬取数据 第二步才是用数据 只不过呢老师现在 把这两个步骤写在一个文件夹下了好吧 边爬边用的 如果说质量不高的代理ip你用吗 啊 你用吗 不是使用css方法 这是css c laps吧 我用一个手机扫号器啊边爬代理边用 爬了十天少不到手机量好 这个同学 很有想法啊 很有想法 边爬边用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你首先你要确定你的代理ip值的一个质量问题 很多代理ip他的质量 一般都不高 特别是免费的 免费的代理ip值的他的质量一般都不高 对吧 当前老师使用检测的方法呢 是使用通过timeout这个参数来检测 代理ip反应的速度 检测他的反应速度 是吧 那么整个就是我们 为啥都是可用的 哪里都是可用的 60个代理ip有两个没有在0.1秒钟做做出反应 有两个代理ip被我们剔除掉了 能用的高质量的代理ip有58个 其实证明当前他这个快代理这个 免费的代理ip 他的反应速度也是比较高的 60个代理ip有58个 都在0.1秒钟之内 做出了反应 对吧 所以说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说你想获取代理ip 使用代理ip去请求一些数据 来你隐藏你电脑本级的ip地址 你可以使用老师这个方法 好吧 你可以使用老师这个方法 好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老师讲的这个案例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啊 有没有问题 像老师今天讲的呢是关于python 爬送反爬的一个案例啊 是关于python爬送反爬的一个案例 对吧 有问题同学赶紧提出来啊 有问题同学赶紧提出来 好吧 因为我不知道同学们的一个学习情况 学习进度 0.1秒的响应会不会太短了啊 短的话你也可以指定成什么啊 你可以在这里把它指定成零点零五 呃 零点零五对吧 我指定成零点零五你看一下当前整个代理ip它的质量 导入 导入input parcel 显示错误 这个是导入错误啊 同学们你安装这个模块没有啊 你安装了没有 可以看到啊 当前60个代理ip 在零点零五秒这个时间点做出回应的有58个 你可以想象啊 当前老师快代理这个平台呀 他实际上他整个代理ip质量 免费的质量都比较高 你还别提他的付费 他还有一个付费代理 比我一天10块的好的多我却 这个是他的一个付费的一个 的价格啊准备你可以看一下 你也可以看一下 老师如果初学到搞明白并且操作你现在的操作需要多久啊 对吗 实际上呢老师讲的这个案例啊 在我们整个课审大方当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呢 是拿到我们vip系统课程的一个案例来讲解的 只不过呢这个案例我们有进行数据入库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整个vip 系统学习课程中 有一个 构建ip池 以及构建cookie池对吧 啊 没错 对吧 所以说呢当前这个案例他是比较有价值的 啊 这个 报错啊我不知道你的代码我也不知道你的报错的原因好吧 他报错呢他是说没有 找到当前的模块 啊也就是说模块错误 你使用了这个模块吗 啊 你使用了这个模块你没有导入他会发生发生一个报错 你使用了这个模块你没有安装他也会发生这个报错 呃 拍省除了做爬虫 比较香还可以做其他的吗 人工智能 这个同学呢 实际上他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他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还可以说自动化运维 对吧 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啊 很多同学 对于拍省 可能听说过 但是呢 同学们可能不知道拍省现在目前的一个发展方向 他是什么方向的 所以说同学们我在这里给大家想一下 这样说同学们想了解关于拍省的学习方向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 讲一下什么呢 拍省的发展方向 拍省的发展方向 他具体有什么方向呢 其实啊 我这么给大家说吧 拍省 除了极少数事情不能做之外 其他基本上 可以说是全能的 你知道吗 包括什么呢 包括系统运维 图形处理 数字处理 文本处理 数据库编程 网络编程 web编程 还有一些像 多媒体应用 拍摸引擎 还有一些 黑客的操作 还要涉及到一些 爬松编写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等等 他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你一直要 很细的去归纳 他有非常多发展方向 只不过呢 同学们 目前来说啊 他有几大方向是特别火的方向 像同学们 你们可能不知道 第1个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 因为现在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是处于一个大数据时代 对吧 数据量的方式啊 数据量以及数据获取的方式不尽相同 那么针对于目前网上有大量数据 通过使用派生语言做数据处理 他是特别简单高效的 特别简单高效的 之前我也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 看到过一句什么话呢 基本上方向性的问题 派生 除了不能生孩子以外 其他的都能够做 虽然说这句话有夸张的意思啊 但是也从侧面体现出这门语言的一个强大性 那么他强大在哪里了 第1个做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也叫做数据分析 也可以说数据分析 这第1个 第2个呢 可以做web监站 web监站同学们 平常同学们看到的任何一个漂亮的网页 都是由我们的程序员 马农啊 一个一个的去敲出来的 对吧 那么这些网站 他是什么用什么语言写的呢 特别是什么网站是用python这么语言写的呢 第1个 youtube 他是一个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 他是美国的 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 他就是使用python 基于python使用框架进行一个网站建设 这第1个 第2个 第2个像国内的话呢 有一个知乎 还有豆瓣 知乎是 国内知识分享的一个平台 豆瓣是国内社区的一个平台 像这些平台 他都是使用pastain 语言进行一个 网站建设的 国内 gsp用的多啊 其实 用的也不多啊 用的也不多 像网站建设的话呢 分为前端跟后端 前端是一些页面的一些展示 后端的是一些代码逻辑 只不过呢 网站建设 他啊 他还涉及到很多种 他有一个发展方向 第1个前端 第2个 后台 后台 还有一个全站 全站 全站意思是说 前端跟后台都要由他进行开发 所以说同学们 你如果说 从事学想学pastain 想从事外部建站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岗位 这是第2点 第3点呢 使用pastain语言还可以做爬虫开发 可以做爬虫开发 可能有同学不理解啊 老师也没介绍过什么是爬虫 老师简单说一下爬虫就是 爬去网页上的一些数据 然后进行数据清洗最后入库 比如说百度 像我们 之前啊 百度通过搜索他的一个数据 美女啊 我搜索一个数据 你可以看到他在我搜索这个数据直接 返回了多少个结果给我 他的数据的并发量达到上亿 实际上呢 百度他就是一个大型的网络爬虫 他就是一个大型的网络爬虫 他网站呢 他是爬去很多 网页的一些数据 包括网页的关键字 像有一些做seo优化的 seo优化 他就是优化网站的排名 你知道吧 也是通过我们的爬虫 去爬取数据 刷网站的点击量来实行一个排名也可以做 paston这个检手用的 百度这个检手用的是paston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用的paston 这是第三个发展方向 像还有第四个发展方向 测试 测试 特别是像一些自动化 自动化测试 自动化测试 这个测试的话呢 我就不多讲了 有句话说的好 一楼的做开发 二楼的做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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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做开发 你就不要去做测试 因为测试 实际上啊 他发展 没那么好 他的上限 没做开发的高 你知道吧 所以说 同学 你能不做开 能做开发 就不要做测试 这是第四个点 第五个点呢 运维 运维呀 同学们 这名之一啊 运行维护 他主要做什么呢 负责维护 并且确保整个 服务器的高可用性 同时呢 还不断的优化我们整个系统 系统架构 像运维的话呢 同学们 要学的东西比较多 第一个他要学硬件 第二个他要学编程 第三个 还有精通数据库 其实啊 他 运维方向学的那么多呢 就导致他基本上每一个都不精通 像硬件的话呢 他了解的可能比我们多一点 但是呢 他的编程和数据库啊 基本上啊 做运维的 不精通 他学的比较杂 他学的不精 是吧 像 我不排除有一有一些 特别牛逼的运维啊 牛逼的运维 他是做什么 第一个做数据库优化 他特别牛逼 第二个 他的编程特别牛逼 因为有很多方向 当下流行的是 Developes 很好 Developes他是个什么呢 运维加开发 运维加开发 也是一个特别火的过程 开发主要开发什么呢 开发开发一些平台 像网站建设也是属于一些开发 对吧 硬件我懂得很少 对吧 这是第五个点 第六个点呢 还有 Python这门语言最火的一个点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对吧 都知道吧 对吧 对吧 好